為各位介紹下面賬商品 那我們看一下這是一隻泰邊柱 而安裝的車種呢 這是一台四代的新進站 四代的新進站 然後呢 車主是一個戴R-line帽子的人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四代新進站 來安裝一個麥克張顧雞肉精品的一個泰邊柱 那泰邊柱呢 早期呢 第一批的泰邊柱是做一個有點倒三角形 那第二批的泰邊柱呢 直接改成一個這個標準的一個圓形 在製作上呢 強度上呢 分配會更加的均勻 然後呢 下底部的造型呢 是一樣維持一個平底的一個造型 一個飛縮的一個造型 然後造型上呢 也是有不錯的一個選擇 然後上座的話呢 是採用這個一體式的上座 它跟下面的管身的部分呢 經過一個焊接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再搭配一個鈦核心的這個 鈦鈦的一個彈簧 整體的一個質感呢 還是比原廠還多太多 那光是在一個鈦邊柱上的一個出息度呢 就差很多了 然後再各位看一下正前方 正前方 在這個邊柱上的一個斜度 那基本上呢 也是有受過這個 跟之前一樣三代 各位發現稍微會往前一點點 比較不容易會倒車 所以基本上呢 這方面呢 倒是可以參考看看 那喜歡的朋友們呢 可以到 各位看到影片的正下方 到麥可倉庫機車精品 來選購這個 鈦鈦的編柱 這個是杜鈦的一個鈦鈦編柱 重複一次是杜鈦款喔 謝謝各位 喜歡可以到我們的拍賣採購 謝謝